嗨 大家好 我是志遠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 身材工具 剪刀 因為真的太多人會想知道 我們設計師剪刀的差別 如果你也是髮型師 在意你還沒買剪刀 或者你還不知道你想要買什麼剪刀的話 這一集務必看完 影片的最後我也會分享 我最喜歡用最喜歡用的剪刀款式 我覺得在這個年代蠻不一樣 其實蠻多工具都很貴 但是剪刀真的是一個髮型師必備的工具 那剪刀有好有壞 相信我習慣佔比較多 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剪刀的種類 那大家有看到這些 都是我平常會使用的剪刀 那比較多常使用也有 那種這輩子真的是抽沒它幾次了 也會跟你分享一下 這一隻就是你知道 刷頭髮的 所以就不多介紹 這個東西就是 每一個化妝品的地方都有 如果你是髮型師的話 蠻建議你有一則 因為剪完頭髮刷掉 看起來蠻有質感 那梳子的話 我自己是用這種很基本的梳子 那有些人喜歡用更扁的梳子 至於我 我是喜歡這種有寬有窄的啦 原則上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就是 乾剪 屍剪 打包 這三種刀具 那我今天就會一一的跟大家介紹 跟什麼判斷剪刀 那第一把 那第一把這個的話 是5.5吋的濕剪刀 那它做的是黑色 那什麼顏色 一點都不重要 那我覺得剪刀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重量 那原則上我自己是不會拿太重的剪刀 那我用過蠻多牌子的 因為比較重的剪刀 我覺得長期剪下來 手蠻容易受傷的 那基本上施剪 大家有看到嗎 在這個刀刃的地方 它做的是比較窄的 待會你看到乾剪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的差別 它做的是比較窄一點的 原則上這樣子的剪刀 非常的銳利 它在施法的時候 都是可以很容易剪出一個很硬的切口 然後在乾的時候 其實剪也是一個硬的切口 不過它在施剪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銳利的切口 可以保障你的頭髮在連接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接線連得非常的準確 所以我們在剪那種水瓶啊 一刀切啊 大部分都會蠻喜歡用施剪的剪刀 因為它的線就是可以做得很硬很齊 那比較經典的髮型 都是比較有線條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層次線的時候 它是可以剪得非常乾淨的 施剪 我最近蠻常用的 因為最近蠻流行的刀切的 第二把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乾剪的剪刀 來大家看一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刀刃 變得比較厚圓一點點 這就是乾剪的剪刀 那它在施剪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剪呢 其實它也一定剪得斷 它們都是剪刀 只是說它施剪的時候 頭髮會移動 為什麼呢 來大家有看到嗎 它是中間的狀態 大家有看到這個刀刃嗎 它是中間比較胖的地方 所以它頭髮往裡面推的時候 它合進去 它並不是刀尖先合到 而是中間的地方 所以中間一剪下去 頭髮就會往前推掉 相對施剪 大家這樣可以看到差別了吧 一個刀刃是比較胖的 然後一個刀刃是比較窄的 所以你看刀刃比較扁的那邊的話 它很快的就可以把頭髮剪斷 但它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圓弧狀 圓弧狀的地方的話 頭髮就會被 有點像移動一樣 總之 乾剪的時候 你才會用到這一個 那這樣子你不會覺得說 那幹嘛用乾剪的 剪頭髮不就不準了嗎 但是我們在乾頭髮的時候 會經常用到滑剪的技巧 這個滑剪就會非常適合 因為頭髮會被推動嘛 剪出來也相對比較柔和 它不會一刀就是一個硬線 一般如果你不是那種 連接剪得超準的人 很多人試試在乾剪的時候剪頭髮 你就會用到乾剪的剪刀 因為這個的話 可以讓頭髮整個剪得比較柔一點 這要看你剪頭髮的派系 至於這一把 這一把乾剪應該是5吋到5.5吋的 我有點忘記 但應該是5吋的 然後它把手做得 比較有造型感一點 好第三把要跟大家介紹 還是乾剪的剪刀 那這一把的話是6吋的 那大家有看到手指這裡有一個套 套的話原則上就是比較不會滑掉 因為有一些人會像這樣 這樣子的習慣 跟我一樣 我就是會有甩刀的習慣 但我不是每一把都有套 我就是運氣運氣 常常有套著我就套著 這把的功能跟剛剛那一把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它比較長 那為什麼要比較長呢 因為比較長的話 你在做點剪的時候 你知道頭髮如果越短的剪刀 你點剪的範圍就越小 如果比較長的話 你就可以把髮尾剪得比較 空間比較大一點 所以如果我要創造比較高的柔和的話 這把會是我的選擇之一 但我說實在 乾剪我真的是還蠻常用到 但是小把的乾剪我真的很少用到 可能是我想要大把一點比較帥吧 所以剛剛6吋的那一把 我就會比較常用到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經了解了 乾剪跟絲剪的差別了吧 就是它刀刃的差別 其實你只要兩把放在一起看 你一定看得到 那乾的話就會越厚越大 就會你知道 越推越滑 那絲剪的話就是 這線很乾淨很硬 我個人覺得隨著流行 你的剪刀一定會有所改變的 因為你看一刀切就是平的嘛 那如果它是用乾剪的話 它就比較不容易剪齊 再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調亮刀 也有是打薄刀支撐 那我現在手上這一把的話 是10%到20% 真的10%到20% 因為我今天沒有準備假人頭 沒辦法示範 但是10%到20%真的是 一刀下去只掉幾根毛 聽清楚了 幾根毛 所以如果你是要把法量多 打到少的人 這個真的很辛苦 那這把什麼時候要用 剪瀏海 少量範圍微量打薄的時候 非常的好用 剪併腳 或者是剪這個地方 頭髮這個地方法量會比較多 你也用得到 塞耳後 邊邊的 就是打一些你知道 打出來的薄 好像沒什麼打薄 但法量確實變少的時候 你會愛上這一把 而且這把剪刀 有時候可以往法根打 就會有比較短的地方撐起來 會變得比較蓬鬆 真的信不信有你 你可以試看看 10%到20%其實我以前也沒有用 但最近我開始使用它了 因為我想要有一點點你知道 質感的鬆度 真的還蠻好用的 我的第五把剪刀 就是這一把 百分之大概25%到30%左右的調量 大家有看到它的刀痕嗎 它的刀洞是比較大 跟這個比較比起來 那你仔細看的時候你看 它的刀這個地方比較大 那當然它切斷的比較多嘛 那這個的話 就可以去到25%到30% 如果你頭髮很多的話 真的毛起來打 它會虛掉 那如果頭髮多的 我真的覺得蠻推薦的 因為它真的就是 啪啪啪啪 量可以瞬間減少 我先講打薄刀 絕對不是魔鬼 如果你運用得好 頭髮基本上是不會毛躁 而且非常好用 尤其如果你是那種一刀切 又想要頭髮薄薄的變少 就是從厚片吐絲變成薄片吐絲的話 這把你務必要有 真的蠻推薦你的 講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流行真的影響了我們的工具 超級影響 最後一把 我本人最最最最最常使用的剪刀 這把是乾吃兩用 為什麼我最常使用乾吃兩用 因為我就是很懶得換剪刀 所以剛剛說到點剪滑剪一刀切 這把都做得到 但我說真的 如果是一刀切的話 它可能就是80分 剛剛那一把 施剪就是100分 那如果是點剪跟滑剪的話 它也是80分 另外一把乾剪就是100分 但有時候我會 激於懶惰的原因就是 一把就讓我一次完成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這一把是6.5吋的 我個人至愛 因為你知道一刀切就是 顧名思義 一刀就要切短 那你自己想 如果頭髮很長很多 或頭尾很寬 你要剪幾刀 如果它是一把 這麼短的剪刀 你要剪大概十幾刀切吧 但這一把真的你看 你看它們的長度差別 這一把真的很快 幾刀就可以一切完成 那如果是男生剪推剪的話 你自己想像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刀就可以剪完好幾拍了 所以這一把是一個速度上的首選 剪得快剪得準 然後又大方俐落 尤其我真的覺得 男生女生都一樣耶 只要拿一把大把剪刀 帥度真的是直線往上奔 然後你看它的把柄 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是初學者的話 我會蠻建議你買乾絲兩用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就不會兩把換來換去 但是坦白說它都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只要你的技術運用得以 這把剪刀真的可以伴隨你 很久很久很久 以上就是我使用的剪刀 然後最常使用就是 剛剛講的那一把6.5吋 那最近5.5吋的蠻常用到 因為一刀切 至於乾剪的 我真的算是頻率比較少用到 但是打薄刀一定會用到 我很愛 我以前就是那種點剪滑剪 慢慢點慢慢點 真的是一打薄之後我發現 我以前真的是白點了太多事 所以打薄刀真的也蠻好用的 所以看你自己的習慣 那如果你預算有限 真的6.5吋那一把先買 因為你沒有打薄刀 你也可以用滑剪 至於這些剪刀品牌 都是A1的 那因為我最近就是用了A1 非常多剪刀 其實我自己以前 是用光啊 機工啊 其實我用了蠻多日本品牌的 那一把剪刀大概三萬塊 但他們的剪刀大概 六千五到七千五吧 實在是蠻便宜的 真的蠻便宜的 而且 起碼我會覺得一兩年 換一次或者是剪刀摔到 就可以換了 我之前是買一把三萬多的剪刀 但只要一摔到 它真的就是 一樣沒命耶 就是不管怎麼修都是一樣 那他們也有賣 像這樣子的剪刀工具 包括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的話 你也可以去買 那我會把這個連結 放在個人資訊檔案 這一個我認真說 我平常真的都是用這系列剪 而且我已經用了好一陣子 那你說 它跟那些日本的剪刀 到底有沒有差別呢 我真的覺得沒有差很多 那六千塊跟三萬塊 當然我以前就是很追求那個牌子 因為我想要擁有那個品牌的剪刀 但你知道 我現在就是技術為主 然後能把我做到我藥效果 這是最好 OK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你有其他剪刀疑問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是你的法醫師 資訊一下這邊見 掰掰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剪刀跑出來 沒什麼 就是被我穿破了而已